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呢我们就 不带大家出去吃东西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活环境 其实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拍视频的人的话 可能生活啊和工作啊往往都是很分不开的 就是我们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也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 也没有固定的节假日 基本上算是全年无休吧 就是你们可能在放假的时候呢 我们还在更新视频 对于我来说还好嘛 因为今天今天日更嘛 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 半夜啊想到一个创意的时候啊 可能三四点钟就在楼下拍视频了 其实从他的视频里可以看到嘛 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在一个别墅里面 今天的主要就是我们想给大家看看 我们的生活环境呢是什么样的 让大家也可以多多了解我们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 呸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22分了 因为今天今天视频还没有拍 现在我要去喊他起床 他应该喊他睡觉吧 现在就是上楼去喊他起床 不知道他这个时候有没有起床 这个是他的房间 其实今天这个流程是我喊你起床的 其实今天这个流程是我喊你起床的 你为什么起这么早 咋了我自己起早一点都不起了吗 为什么不起床 我打开那下了吗 好了好了 既然今天不愿意配合拍摄 他以前很多视频其实都在他的房间里面拍过 比如说以前我频道里面更新那个情侣瑜伽视频 就是在这儿拍的 他房间的隔壁呢就是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相对于比较简陋 就给你们看一张床了 啥地方都太乱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墙上是贴满了隔音棉 然后呢有一些已经掉下来了 以前呢这个房间其实是拍视频的地方 然后大概建议早期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 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拍视频的 后来因为节省空间 然后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很多人都搬进来了 然后所以这个房间就改成了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我就坐在这里了 好了我们去看看楼下吧 这个就是著名的名场面哈 今天以前拍丝袜的地方 然后由于很多小伙伴都进来了 这个原来我们吃饭的地方呢 就变成了一个办公的地方 然后就是不放过每一寸土地啊 转个头 记上桌子 点火符麻烫呀 还以捞的一个地方 现在大家去楼下看一下 然后看看今天这个拍视频的地方 你们看这是我们家的狗子 狗子 地下室是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 里面都贴满了隔音棉 这边一个背景呢 是基本上精分实验室会在这边拍的 金汉青偶尔也会在这边拍 这个平时是我们打光用的灯 这边有一个黑色的背景 然后现在金汉青就在这边拍视频 这就是我的桌子 桌子有点乱 从这个桌子就可以看出来 我就不是一个精致的桌子里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院子 这个桌子也是个名场面了 吃猪辣肠刺身的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就这后面呢 都是一些奖牌 是我们的奖牌 然后其他全部都是金汉青的 就是刚刚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活环境 大家应该也很好奇 其实我吧 算是一个也是比较一个萌新的UP组 在金汉青的带领之下 长分长得比较快对不对 我现在目前有30万左右的粉丝 大家肯定也很好奇 就是作为一个萌新UP组呢 到底有多少的盈利 从目前为止 我发视频到现在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就是可能看上去收入会很高 其实并没有 但很多UP组的收益呢 都是来源于广告 但是我们拍了三个月的视频呢 只接了一单广告 在我们只有十几万粉丝的时候 接了一单广告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 就是什么广告费 我们的广告费都是很低很低的那种 然后加上B站的一些创作激励啊 让我们的勉强苟活下来 所以因为选了一些题材嘛 吃的东西也比较贵 现金是真的有点养不起了 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广告爸爸们来找我们吧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对吧 很Nice的对不对 如果再没有金汉青的帮助下的话 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拍十几期就倒闭了 所以呢也很感谢金汉青 然后呢也特别感谢在看视频的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呢我们有更加的信心去拍下节目感觉 很习惯的 明明是给大家看我们的房间呢 说的说的呢就说到我们的生活 说的说的呢就说到我们的收入了 不知道大家房间有没有看够哈 就是反正我们就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这些视频呢就是想让大家更了解我们 更了解我们的生活 更了解我们拍视频的人 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结束了 也算跟大家一个分享的视频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